今年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时间点上恰逢乌克兰战略大反攻,于是俄乌战争成了无法避忌的话题。 会上普京明确表示,乌克兰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实现自己的目标,反攻开始以来乌军已损失186辆坦克和418辆装甲车。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其专访时表示,如果乌克兰败给俄罗斯,可能最终会迫使美国在北约崩溃和开战之间做出选择。 乌克兰反攻受挫并不意外,因为这本身就是一次赶鸭子上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的战争行动。 况且在此之前,乌克兰军队刚经历了巴赫木特战役的失败。 巴赫木特战役从去年10月份开打,历时近7个月,直到今年5月20日,以瓦格纳完全占领该地宣告结束,是乌克兰战争爆发迄今为止,最血腥,最残酷的战役。 根据战役主力瓦格纳军团计的中位数,双方为了争夺这41平方公里的土地,累计伤亡17万人。 其中,俄军阵亡人数约2万至3万人,乌军伤亡人数约5万至7万人。 虽然阵亡数据还不及凡尔登战役的人头,但考虑到交战场地的局限性和现代战争的背景,巴赫木特战役确实算得上21世纪的绞肉机。 为什么双方要在这座小城近乎赌上全部身家呢? 有人认为是巴赫木特的攻防兼备性,以进攻的角度来看,巴赫木特分别有两条战略高速公路,即通往伊洛瓦伊斯克的M03以及通往利西昌斯克的T0302。 不可否认,巴赫木特的确很重要,以进攻的角度来看,巴赫木特分别有两条战略高速公路,即通往伊洛瓦伊斯克的M03高速公路,以及通往利西昌斯克的T0302高速公路。 走M03,能够从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最脆弱的结合部插入并将其一分为二挨个通吃,走T0302则可以直插卢干斯克州的两座工业重镇,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 以防守的角度来看,地涅伯河以东是乌克兰北部的防御重心,地涅伯河以东还能依托丘陵勉强持至俄罗斯的中甲力量,一旦俄军渡过地涅伯河便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平逾越的平原了。 为此,乌军在斯拉伯扬斯克到巴赫穆特这300多公里的区域设置了两道防御线,南部的巴赫穆特到北部的塞福尔斯克是第一道防御线,斯拉伯扬斯克到顿河军士坦丁洛夫卡为第二道防御线。 换言之,巴赫穆特相当于地涅伯河防线的东大门,但这两点都不是乌军必须死守此地的理由。 首先,如果乌军要反攻,南部的优先度一定比北部更高,其次,即便巴赫穆特丢了死守第二道防线或者在顿涅茨岭依托山地同样能阻挡俄军的进攻节奏。 总而言之,巴赫穆特是很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乌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地步。 这一点,乌克兰明白,之所以打成凡尔登式的绞肉机,完全是被俄罗斯牵着鼻子走了。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2022年9月份。 当时,俄军正经历着吉吉弗大撤退之后的又一个至暗时刻, 由于大量基层士兵在半年合同到期后拒绝回屋参战,或干脆解除合同, 俄罗斯在北线的兵力严重空虚,哈尔科夫至卢干斯克一线先有正规军驻守。 据说红利曼战役爆发时,俄军指挥部把整条战线的电话都打完了, 才勉强凑出四个BTG来接应,后面干脆连哈尔科夫都守不住了。 而从赫尔松战役中抽出身的乌军,此时手握15个旅籍战斗群, 并且作战经验丰富,又有北约强大的情报技术支持, 可以说不管投入哪个方向都可能让俄军吃不了兜着走。 10月8日,元元空天军总司令苏洛维金大将临危受命, 被调任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总指挥, 普京给的任务既简单也很困难, 在后补兵员抵达乌克兰, 之前于职责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乌军的反攻。 苏洛维金当然知道这有些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但现在不是计较能与不能的时候, 否则特别军事行动就要功亏一篑。 就任的当天晚上, 苏洛维金亲赴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金的官邸, 成功说服后者启动巴赫木特缴入机行动, 瓦格纳雇佣兵团加大对巴赫木特的进攻力度, 以吸引乌军的兵力, 为俄军二次部署争取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初期该行动十分保密, 除了苏洛维金和普里戈金没有第二个人知晓, 包括普京本人在内。 所以, 乌克兰方面并不清楚俄军的真实意图, 他们只知道, 瓦格纳作为普京的王牌和底牌, 出现在巴赫木特一定有更大的意图, 根本没来得及详细思考, 就把原本用于其他方向反攻的兵力给调过去了, 比如北线反攻主力的第92, 93级步旅, 第17装甲旅, 第4预备装甲旅, 以及赫尔松州的第128山地步兵旅。 拆动墙虽然把巴赫木特的西墙给补了, 但事关打通顿巴斯地区和亚素海沿岸的炸波罗热大反攻却被迫搁置, 得不偿失是肯定的。 从年初起, 乌克兰所有战线的行动基本停止, 优势兵力进一步向巴赫木特地区集中。 事实上, 美国情报部门早就提醒过泽连斯基, 巴赫木特没那么重要, 但为时已晚, 随着乌军和瓦格纳不断增兵加码, 这场阵地战已经逐渐打成了凡尔登式的消耗战, 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一城一池的得失尽可能地消灭敌有生力量。 而站在泽连斯基的角度来说, 乌军守住巴赫木特的代价是巨大的, 不仅战略反攻的计划流产了, 还在守城阶段死了那么多人。 既然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再撤退的话, 岂不是什么都没得到? 到此为止, 巴赫木特就算是一座无关紧要的小镇, 那也必须在文章中渲染成战略要地, 守住了至少还能鼓舞士气和民心, 守不住就真的鸡飞蛋打了。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越打越上头原因。 从一月份起, 乌克兰继续叫牌, 全军所有旅籍部队轮流调往巴赫木特地区防守, 试图用车轮战把瓦格纳炸干。 后者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一边有条不紊地从叙利亚等地抽掉兵源, 一边又向俄军求助。 三月, 俄军配合瓦格纳完成对巴赫木特的外围包抄, 泽连斯基彻底打红眼了, 勒令陆军司令希尔斯基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巴赫木特。 希尔斯基也是一个暴脾气, 真就把所有兵力全部撒出去了, 甚至连特种部队都放进城跟瓦格纳打向战了。 要知道, 特种部队最大的作用在于敌后作战如斩首行动, 目标引导, 交通破袭, 侦查渗透。 如果是正面战场, 在现代化技术加持下, 特种部队跟正规军没啥区别, 属于严重的资源浪费。 但也正是因为乌军破釜沉舟不要命的打法, 让瓦格纳吃尽了苦头, 普里哥金元计划牵制住乌军三个月即可, 没想到泽连斯基孤注一掷, 把所有牌全都压上去了, 高强度的车轮战导致瓦格纳军团阵亡人数飙升, 气得普里哥金直接开骂国防部和少医谷。 5月20日, 巴赫木特战役结束, 乌军败退。 按理说, 乌克兰应该舔尸伤口积蓄力量再有所图谋, 毕竟巴赫木特绞肉机消耗了太多兵力和军援, 从训练新兵到掌握北约制式武器都需要一段时间, 但泽连斯基和北约都等不及了, 前者等不及是因为急需一场胜利的反攻来掩盖巴赫木特的战败, 后者则有国内的牵制。 当前, 在军援乌克兰这件事上, 欧美内部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美国明年就要总统大选了, 民意很重要, 数据显示, 美国民众对军援乌克兰的支持率已从去年5月的60%下降到今年1月的48%。 共和党多位候选人也曾表示反对军援乌克兰, 希望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对抗中国。 法国的态度一直很坚定, 对军援乌克兰不感兴趣, 只对如何停止俄乌战争感兴趣。 德国对乌军援的相关事宜是绿党在唱主角, 但受德国经济增长率不及欧洲平均水平的影响, 绿党支持率由22%下降至14%, 被踢出联合内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再加上舒尔茨向来反对乌克兰过度的武器要求, 德国对乌军援也越来越靠近临界点。 美德英法北约四大国, 目前就只有英国军援比较稳定。 在这个大背景下, 乌克兰和西方都默契地急需一场胜利的反攻为自己的选择背书。 当然,乌军也好, 北约也罢, 他们心里都清楚这场反攻在军事层面占不到啥便宜。 原因很简单, 弱势方的反攻成功更多地取决于战略上的模糊性和战术上的突然性及起习, 而乌军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乌军的战略反攻方向相对有限, 北部前文说过, 优先程度不高, 更何况还有坎杰米罗夫卡禁卫坦克第四师和塔曼斯卡亚第二禁卫摩托化步兵师等几个王牌师助手。 中部战线, 俄军刚占领巴赫木特, 兵力密度大, 很难找到像一样的突破口, 唯有南部托克马克是最好的选择。 托克马克位于俄乌接触线后方20千米处, 是通往赫尔松、克里米亚、顿涅茨克三大洲的交通枢纽。 若乌军占领此地, 几近一点可以南下夺取比尔江斯克与马里乌波尔, 将俄军拦腰斩断, 保守一点则可以逼近亚素海沿岸公里30千米处, 用远程炮兵打击从罗斯托夫方向到克里米亚与赫尔松的补给线。 俄军也清楚托克马克制亚素海沿岸的重要性, 因此, 不但老早部署了由雷区和轻重火力构建的防御攻势, 甚至连返登陆的准备都做好了。 夏图为英国媒体提供的俄军在托克马克防御部署图, 白色箭头为乌军可能的进攻方向层次清晰, 剃度鲜明, 乌军不好看。 既然齐袭不成, 那就只有强攻了。 结果大家也看见了, 20多天打下来损失186辆坦克和418辆装甲车。 但反攻还没有结束, 未来俄军一定会有退却, 毕竟梭哈的精髓就在于让对方看到赢的希望, 只有这样才会不断地叫牌加码, 当乌军的有声力量全部压上桌面时, 俄军就可以把口袋炸起来了。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 订阅和转发。